在同志朋友裡面 有一些朋友會體驗到一種感情 就是他愛上了不是同志的人 例如說同志朋友愛上異性戀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的感情可能有辦法有一個結果 就會簡稱為一男旺 他有異女旺啊 就是如果女同志愛上了女生 這就是異女旺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指定要我們聊的異男旺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呢 最近有被霸凌過 那時候有一個男生 就是我很愛的那種土台客 土台客到底怎樣 快土台客在下面報名留言 不是就是土台客有很多種定義 就是要有刺青在身上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那就是那種 然後看到你就這樣 然後眼睛如果是單眼皮就更愛了 整個海嘯來囉 對方是異男 原本不知道 因為他對我很好 很照顧我 然後也會停下 紅班嗎? 不同班 那他怎麼照顧你 就是下課時間都會來找我啊 不是嘛 他一個異性戀下課時間 不去找他的朋友 跑去找你 然後我靠在圍牆的時候 他會這樣子撐在圍牆 靠在圍牆的時候 牆沒有倒嗎 等一下他身高多高 就跟我高一點點 所以他是可以避東你的 他沒有這樣東 但他就是靠著很自然 這樣靠著我聊天 為什麼我不懂 然後 我也不懂欸 然後我就覺得他好像對我有好感 然後就這樣子 欸 等一下我們現在先分析一下 這確實是有好感啊 他有自己的班級 除非他在班級上很不受歡迎 不然他為什麼要跑去隔壁班 找一個被欺負的人 我不知道 總之他就是還來找我 他還必懂你 他沒有東 他只是跨著 總之單就這樣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到大一喔 他還要來我宿舍 他來說是住宿舍 然後我們是上下鋪 然後睡上下鋪這樣 如果我是你 我就會跟他睡同一張床 為什麼還要睡上下鋪 痾 你知道那個上下鋪有點緊 但我那時候好像有 有點忘記 因為時間有點久遠 但我那時候好像有跟他表達我的心意 我跟他說 你有跟他告白 所以你有確實發現你是喜歡他的 你的告白很浪漫嗎 沒有啊 我好像很喜歡柱子這些東西 忘了 那已經大一的事了 我忘記了 後來就是 也就這樣就沒有再聯絡了 蛤 他發現 他現在都結婚了 他發現頭今天都不可以再聯絡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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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尷尬 也不知道該怎麼聯絡 你有問他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你對我這麼好 沒有為什麼啊 就是當朋友很好 還是把你當弟弟 我也不曉得欸 總之就是 那一陣子真的有點小難過 會心痛嗎 告白完之後 那時候 還是告白前就 會覺得很難過失去的這個朋友 那你現在有試著再跟他做 介紹 沒有啦人家都結婚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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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以為你的義男望只是講講 但你這樣有到告白 有啊 那他又真的是成為了一段戀情 你有義男望嗎 欸有欸 大學的時候 一個 還有 同班同學 照片 我真的可以拍照片 可是你覺得 不是你找一下啊 你都不找 你怎麼這樣子啊 他真的就是不辦任何通訊軟體的那種人 我覺得他有一種吸引人的特質 只是因為我每次跟他互動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特別冷淡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人也太難相處了吧 你要攻占他的心房 去越南追到越想追就是了吧 對可是後來我覺得完蛋了 結果反而深陷下去了 啊你聊了去你暈船了 對 我暈船到我就是那個時候我去學校騎車可能要40分鐘 我沒有課的時間我也會需要宿船找他 然後就算只是躺在他的上坡裡面 然後聽他在那邊玩電腦的事情 我都覺得哇 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你覺得說好像只有自己獨佔他的感覺 對 怎麼會 那你後來有跟他告白嗎 有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影響到我的生活 我上課或者是我去什麼我都會想要他 所以你就鋪上去 我想要就是 給自己一個人了斷 所以我就傳訊息給他 我那時候就是手機還不是最新手機 雅菜機 對要打很多支那個 我打超常喔 我後來就跟他說我喜歡你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說什麼 隔了一天才會吧 他說什麼 他說我就跟他發一件事情 就這樣 就這樣 那你後來還要見面嗎 後來這個人就整個變 去學校之後他會通常不能說我 然後 就是 就是 頭一間教室上課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我當成是完全不存在的 那請告訴 現在在看這支影片的大家 對 如果面臨到現在這種狀況的話 來我們兩個前車之進喔 如果是同班 然後 但你告白失敗 然後 對方那個異男一直都不想理你 把你當空氣 你該怎麼辦 其實在這個東西 之前 認真講 我們兩個都 早就做好準備 你要告白之前 你早就已經先算好做 你告白完之後 他如果不接受 其實很簡單 只要感謝你 就是要捨棄了 其實現在房間有一些故事 可能會說什麼 有人被掰歪了 或什麼 我跟你講啊 都是百萬分之一的機率 會有 但是真的不是說掰不掰 那是雙性戀 不然你想想看 你有可能你身邊現在一個疫情戀 想要把你變疫情戀 你有可能 你去把你掰歪彎 對 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你真的正在處於一難忘當中 我個人的建議會希望你 早日殺出 認賠殺出 不要再聊了去 再聊了去 真的會 你可以像我們兩個一樣告白 對 讓你自己你的心意讓他知道 但是 這告白後可能會 他可能會就此遠離你了去 也或者會繼續跟你當朋友 這沒有說得準 這些結果你就要自己去扶持 對 但至少你把你的心意傳達給他了 對 然後其實我 額外講一個 我有些時候會很 很 我覺得有些人應該會很討厭 很好的異性戀口 會講一句話 如果你是女生就沒交往 我也多希望可以幫你纏亂 不要這樣子 什麼東西啊 我們節目的那個普遍集 都因為你變成限制級的 你知道嗎 按照我們兩個人的經驗 降下來 如果是我 再回到那一段時間的話 我還是會告白 我也還是會告白 但我就會讓自己 不要那麼容易的就暈船 好啦沒有關係 我覺得暈船外也是一種人生的經驗 但是 但是我今天真的不要再有了 因為真的很痛 就是你愛到一個 你真的沒有辦法跟他 有任何結局的人 那種 就這樣很燙 而且我覺得你需要為自己的感情 設一個停順點 你總不可能花四五年都在等一個人吧 但要如何走出這些傷痛呢 可以看我們前幾集 有一集分手過後怎麼走出來 你們就可以拿分享喔 可以看資訊卡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如果你有一些易南旺的經驗 如果你正先生 現在易南旺的這一個 痛苦的一個深淵當中 你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歡迎傳照片把那個易南給我們看 哈哈哈哈 對你傳給我們 可是我是小小小的 我是傳流的給你看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記得按照分享 關注我們的訂閱 我們夫夫知道 我們還有我們的IG 就是有一種 算是 大家其實都知道我喜歡他 可是大家也知道 可能這段感情不太有可能在一起 後來那個女生就跟他在一起 就有一天 我就騎車載的那個女生 他就跟我說 欸 我跟你說 這件事情我第一個跟你說的就是 我跟他在一起 那你還在騎車嗎 對啊 我那時候在準備 如果這時候我一定緊急下車把他甩出去 我就準備要載下去看夜景 可是因為我剛剛 我就會把他騎到夜景的地方把他甩出去 我確實覺得他們就是應該要在一起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說 好吧 我就是沒有資格 因為我就是同信念 在那個時候的信念 我就說 他們就是門當虎哥 趕快找照片 可是你們說 阿凱眼光都好看 他現在可以在一起 對啊 你知道他這個家伙說說什麼 噁心的話嗎 我們在路上啊 然後我就 就是這個 就不是我的菜 然後他說這還不錯啊 然後我說我這眼光很習慣 然後他說一句多了 他說 因為我已經把我 這一個眼光都放在你身上 這好不行 這我不行 我是要來屌一集 在阿凱的幹話特輯啊 你不要緊張啊 你不要緊張啊